今天这小时就第一部分讲一下斯里兰卡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都讲了很多次 随着你说这样加息,美金这样升值 其实就是实惯了,尤其是三星市场 三星就是哪个先哪个后 现在看来就一些比较脆弱一些 这次比较脆弱一些的那些 就不是那些,不是那些南亚那些 就是因为近年都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 赚了不少外汇,比如印尼,菲律宾那些 那他赚了外汇多,他有储备,有储备又不是那么害怕的 那有一些就是2015那阵出过市 那次的油价扔下去30元,20多元 那但是现在的油价是多了8元,过了8元 跌回来也90多了,那这一堆中东的那些新市场 他就赚了不少油元的,就是油的美元 就是爱的Dollar 那他们出事的机会也是小的 那剩下那些就很明显一带一路那些 东盟那些,非洲那部分可能会出事 南美那些,那现在第一个出事就是 就是华斯里兰卡,很公然的宣布破产 那就看一下他有什么情况先 第三年,那今次的图就拿了各机会的那些 各机会有很多图,就是今次多了一些 所以第一趟可能长一些 但是他就没有了,他主要都是一个factual presentation 就是陈述回来,通常有些country report 就是做一些country visit 然后就去去例行,写一些报告出来 但是我有些,我见他有些论述呢 我就不是太同意的 就是我拿着他的数据,我有我的演绎 我的演绎就跟他不是很同的 那我讲一讲给你听,大概怎么样去理解一个地方 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破产也者,其实就是违约的 你作为一个国家层面,就没有说是否破产的 就是,如果你是个人或者企业破产 你的资产就被人冻结了 接着用来被盖债了 但是,其实他现在整个国家 你看到那些人都很欢乐 走到总统府,那一刻 这些资产就没有真的被人冻结了 所以,我想他这个主要是违约的 就没至于说,就是破产 如果你破产整个国家的资产,你不拿走 要被人,就好像撿大利那样撿出来 就是,就是清你的款,然后还了钱 那他现在又不是去这样的地步 那,通常呢,第三个,你见到这里 就,一个国家出问题,率先一定是经济出事的 就是,任何一次这些,所谓违约 那,另一个因素呢,就是打仗 但是,打仗 通常就是打一场很消耗性,很厉害的仗 那,才会真的去到那个,那个,所谓 破产或者高通上出现 就是,这个在,比如 一战之后,在德国就试过了 但是,就是,近年都很少了这些 那么大规模的战争 那,经济向下了,经济向下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的 那,你现在看到它也有 那,虚红那条 虚的红色线那条 就是这个,经济增长了 那么,抖了下来 那,抖了下来 那,其实你看到,就是一季这样的事 就是,其实,如果看之前 就是,这一季之前的四季 其实,都是有增长的 但是,增长就相对低一点 那,2020那时候,也试过有两季缩了 但是,其实就,个个都有份的 又不是,它是 那,所以我就会理解 这个又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那,反而,那个问题 比较厉害一点,就是那通胀 那,通胀就去到10% 那,新兴市场来说的通胀呢 就,土面都会相对高的 就是,就是,通常是4%的目标 那,你现在看到那些 那些,四五六七那些 就是,单位数得来 但是,中间区域那些就叫做 不是说太离谱了 那,但是,最近就去到双位数了 那,当然,现在看上去就好像不是很厉害了 因为,那些先进体系 都在说八九的新通胀 那,但是,它都是相对高 那,你现在,你排面看呢 它的经济是差的 但是,是不是说比外卫特别差呢 又好像不是 它的通胀是高的 但是,是不是比外卫高 高出了很多很多呢 又好像不是 那,下一张呢 下一张就,看一下那个洗肺 就是,通常呢 就,经济一叉的时候呢 那,为什么会出现违约呢 就是,一定是政府盘胀是平衡不到 那,平衡到失了行的原因呢 就是,要是洗多了 那,要是呢 就,收入少了 那,首先,通常是洗多了 因为,政府呢 一般来说,就比较少 说,主动的去捏水的 去捏水的 去捏身的钱的 那,它很多时候 它,它的税收,它的收入呢 就是,好看,就是叫做 叫做,支出有多少 那,有的支出了 那,它要所谓finance spending 就是,要使用那条帖子呢 它,要是收税收 就是,财政的收入 要是印银子 那,不是就举债 那,通常是三条路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第一件事,一个正路的政府呢 第一件事 就不会想,想印银子的 第一件事 都不会想,想举债的 应该正路来说 就是,就是 取资移民,用资移民 首先就是要,要税收 那,但是在税收之前 第一件事就是,那个洗费大了 那,这个洗费大了,你看到 那,那个银子呢 就是说,那条帖子呢 就一直在上升的 那,它这个,这个 国基会的报告是 3月那时出 那,所以呢,它就应该 2021年的那些帖子呢 就没收到回来的 那,现在去到那些 2022年中呢 就应该是有的了 那,但是,因为,它就没更新了 那,我又,我也 我又免得更新了 那,你现在看到,就是2020年 但是,都没所谓 不是,它的结论就是 那些银子呢 就是,那个 那,那个 total spending 就一直增加 那,你看到呢 pension那里 一直在上升 pension上升的原因 也很简单 如果你看到它 人口的结构 就一直是增长向下的